1999年7月20日 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 动用国家机器 对遵循真善忍法理修炼的 上亿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开始了迫害 13年来 这场迫害的真相 仍然被中共政府用谎言掩盖 在今天 有几位法轮功学员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和大家讲述 这个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的禁闻 80年代中期 张义杰和丈夫一起被派任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外交官 90年代回国后 他在外经贸部办公厅担任处长 1994年 张义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我在大陆的时候 工作是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我在办公厅担任处长 因为99年之前 中央很多部委 就几乎所有的部委都有修炼法轮功的 而且呢 就是包括部长这一层的和司机长这一层的 也都有很多修炼的 张义杰走入修炼那年 正是法轮大法刚刚传出两年的时候 虽然没有刻意的宣传 但因为法轮大法展现出神奇的健身效果 和强大的道德力量 短短几年就在中国吸引了上亿人修炼 学员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这使得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产生了妒忌 在他的直接命令下 1999年6月10号 中共成立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 简称中央610办公室 专门负责策划和驱动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 之后在1999年的7月20号 中共突然在全国范围 动用公安大肆抓捕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学员 迫害开始公开化 张义杰凭静幸福的生活 己所奋斗的一切 也被这场迫害彻底打破失去 经贸部在整整九个月之内 就从99年720之后九个月之内 就是动用了不里不外的各层力量 对我全面施压 但是呢我从头到尾呢 就是说还是跟他们陈述建制信仰 绝不放弃法轮功的修炼 那么在九个月的逼迫之下 他们相继对我开出党籍 撤销公务员 然后撤销处长职务 一直到最后开出公务员队伍 2001年6月 在610投资李兰青受益下 张义杰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判处劳教一年半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 她受尽了各种非人的虐待 折磨 毒打 后来又被加刑十个月 有一种酷刑叫凹鹰 就是昼夜的轮番的不让你睡觉 不让你眨眼 一刻都不让你休息的情况下 然后给你洗脑 用各种哭声折磨你 我就是在这种折磨下 第一次是18天18夜 第二次是42天42夜 但是张义杰凭着对真善忍坚定的信念 从劳教所的迫害中走了出来 经过国际社会的救援 张义杰来到美国 现居纽约 张义杰说 幸运的是 我没有疯掉 死掉 还能清醒地活着 作为这场邪恶迫害的证人 与张义杰一样 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而遭到迫害的李大庆 原来是伊藤忠商事的项目经理 迫害开始后 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 李大庆的公司迫于压力 希望他放弃信仰 最后他被迫离开了公司 你想昨天还是在这边工作非常出色 过两天就是失去工作之后 很快我的经济上说的迫害很大 我真的希望大公司能够做出 真正像一个大公司做出的事情 能够维持这种普世的价值 能够做最基本的就是尊重个人的信仰 做一个真正的 responsible corporation citizen 如果所有大公司能够建筑自己的原子的话 我想可能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 就不会做到这么大的迫害吧 除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直接进行精神 肉体经济上的迫害 中共还在国内和海外大肆宣传天安门自焚 1400例自杀等之后被证实为嫁祸的新闻 使中国老百姓也深深陷入谎言的漩涡 前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尹表示 法轮功并不像中共宣传的是迷信 相反 却令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折服 1995年 他在清华大学修炼法轮功 当时 包括前副校长在内的许多教师学生都在练 清华大学至少有400多人练法轮功 在练法轮功的学院之中 他的年龄层次啊 知识背景啊 他的经历啊 都不一样 其实每个人内心的困惑都不一样 千差万别 可是就在师父的一次讲课中 一次讲法中 就能够解决 那是什么样的力量 我现在说不及 只能大家去练了以后才知道 虽然虚吟通过修炼追寻的 是人生真理 而不是政治目的 但也被判两年劳教 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 2008年 虚吟被释放后 他辗转来到美国 法轮功本身就是要人向善 让人造一个道道高尚的人 可是就这么一个 在就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一个有普世价值化的观念的一个功法 却在中国遭到了13年的迫害 这三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 只是上亿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冰山一角 13年来 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 全世界信仰法轮功的学员 为了信守真善忍的价值 也在全球四处奔走 承受无明苦难 呼唤正义良知 这是他们在集会中经常使用的横幅标题 他们呼吁人们用良知直面邪恶 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